對於主要的建築物的結構產生影響 一般而言 不至於會有利己危害生命 那麼請各位不需要過度的擔憂 那麼更何況是指土壤異化 不是絕症 而是要對症下藥 那麼如此才能夠更能夠保護 每一個人 每一個家庭的自己的資產 跟自己的家園 那麼台北市呢 我要特別特別說明 這次的土壤異化的譴視資訊 這樣的一個公布 已經是跨局處的整合 同時也提出九點的因應對策 即日起開始生效而實施 這裡有各式各樣的 尤其是在這裡的Q&A 各位都可以直接下載 非常容易易懂 甚至是在這個圖紙資訊裡面 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門牌號碼來查詢 我們從這裡特別強調是指 包含這九項裡面 我就不一一贅述 但是詳詳細細的會請各個局部詳細跟各個說明 最重要的是指包括土壤異化的工作站查詢 你可以打電話回來問 你也可以直接用申請老屋健檢 最重要的是指說 從今年的四月份起 我們已經動資了八百萬的第二一佩金 持續的進行老屋健檢之外 也獲取了內政部一件數五千兩百萬 也就是有六千萬的額度進行老屋健檢的申請 而至今天結始四月份到現在 有三百多件都已經在進行 那這些都是直接政府用老屋健檢的方案給予出品的一些補助 那麼補助完了之後呢 會進入到什麼的祥品等等 細節就是由建管處來報導 那麼從這個條件來講呢 有各式各樣的對策 要請各位不要驚慌 從這個條件也正式地明白了 表述的是 土壤易化發生的絕對的因實 以及這次的圖資資訊裡面的一些顯示 讓我們更精確地了解 這樣的一個事實 是可以讓每一個人有支的權利之外 更重要的是 市民朋友不要擔心 市府準備好所有的配套 就一一在今天一併說明之外 唯有在這樣一個面對的情況之下 我要特別重申了 老屋健檢已經啟動 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加速推動 老舊房屋的都市關心 包含整建維護的一一的推動 那麼以上 我就代表市府跟各位報告到這個地方 就接下來是不是 就是我